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吉時通 我是茵茵 Hello 各位全國觀眾朋友大長 我是劉 8月的製造業指數 還是呈現一個緊縮的狀態 那投資朋友該怎麼看呢 好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看起來好像是有點悲觀的 我們首先從台灣的一個製造業 來做一個觀察 你看台灣製造業8月份的PMI 是48.2 他是在50以下緊縮區 感覺上是蠻差的 可是實際上 其實比7月來看是好一點點的 但是跟今年年初最慘的情況來看 其實也沒有破底 所以這個地方感覺上是 開始在呈現一個打底 足底的一個狀態 好 那我們看一下一頁 其實不只台灣 其實整個亞洲股市的相關國家 其實看起來這個PMI數字 都是一個比較緊縮疲弱的一個狀態 但是也都沒有跌破 今年年初的一個相對低點 比如說像日本製造業 日韓不是持續貿易大戰嗎 但是打得如可如可的情況之下 其實日本製造業 它還是在49.3 這個相對的位置 看起來是還OK 雖然比7月份有稍稍回落一點點 但是一樣沒有破 今年年初的低點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南韓 南韓照理來講應該是蠻慘的 是 已經慘到一個無以復加了 因為被日本壓著打 對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南韓的製造業PMI指數 其實也有49的一個位置 大出市場的意料之外 因為7月份是47.3 很明顯的竟然8月份大幅度的往上跳 跳到49 而且是創下近4個月以來的一個相對高 所以感覺上南韓股市還有南韓的製造業的景氣 感覺上是有慢慢的往上走高的一個跡象 我們看一下這個中國部分 中國更是一個全市場的焦點 包含因為現在美中大戰最慘 直接的重災區 應該是要落在中國部分 可是我們看中國 你看7月份49.7 8月份49.5 只有稍稍回落0.2 沒有像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的慘 而且這個是官方的PMI 官方PMI代表什麼 代表是中大型的一個企業 可是你看他一樣沒有跌破 年初的這個相對的低點位置 所以看起來算蠻持穩的 來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財新PMI 財新代表什麼 財新PMI就是民間公布 民間版代表是中小企業 所以我們看到財新PMI更是匪夷所思 哇這個竟然從這個7月份49.9 直接跳到8月份的50.4 代表說這個中國的民間企業 中小企業 他的這個製造業 看起來是有一個復甦的跡象 有開始稍稍往上走高 而且已經回到50以上 在融庫線之上了 好那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那台北股市怎麼觀察呢 你看到這個影響 所以整個入股 為什麼昨天晚 昨天白天大陸股市 竟然還上漲1.3% 這個關稅的規模 已經是來到最大的一個狀態 而且稅率也是不斷的在提高 但是你看到大陸股市 他一樣沒有破底 感覺上是有點利空出鏡 而且這個地方 他站上短天期的一個均線之上 甚至站上這個季線之上 所以看起來入股 這個影響性受到關稅影響的程度 好像是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好那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那台北股市怎麼觀察呢 你看台北股市短線上 從上禮拜一往下大跌 跌183點 到禮拜往上跳空開高 往上走高 漲155點 那形成一個左缺右口的一個倒狀反轉 所以這個地方短線上 是偏向一個多頭 尤其是我們看到這個右手邊這個數字 期貨大戶有沒有 是很明顯的由空翻多 而且這個期貨進多單的這個口數 也持續在做一個增加 這是市場上最大的 前五大的這個期貨大戶 所以這個地方 未來台北股市的多頭 就是要守這個多方的攤頭寶 就是禮拜五往上跳空的這個位置 它不能夠被跌破 如果跌破的話 就代表說這個多頭已經結束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下一頁日線的部分 台北股市的這個日線的部分 好 這個日線部分 它就是區間 區間盤 那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它就是分成強勢區間 跟弱勢區間 那如果是偏向弱勢區間的話 因為今天台北股市 有望去挑戰這個區間的 弱勢區間的高點 就是季線的位置 那到底能不能站上去 關鍵就在於成交量 如果成交量 因為上禮拜我成交了1400多億 那禮拜一又回到1000億左右 所以它量能是萎縮的 不容易往上去做一個攻高 如果你要持續的 能夠越過這個季線 因為季線走平的 那你成交量要逐步的放大 那好在這個地方 外資有好的開始 因為外資已經開始由賣轉買 而且連續出現兩天的一個買超 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那現階段台北股市要怎麼觀察 所以主要是因為這個新關稅 接下來還有10月1號2500億 它會從25%提升到30% 12月15號剩下1500億的部分 還會再加15% 所以感覺上這個新關稅 是持續的會做增加 所以有些這個廠商 它會怎樣 會有提前拉貨 所以它業績會往前 往前提前到這個9月份 甚至於這個8月份9月份的部分 那甚至於9月份蘋果新機 那當然相關的公益鏈也會受惠 那再下來這個8月份營收 在9月10號之前全書要公佈 那再來是季底的這個法人的作帳 那因為9月份是第三季的作帳 所以當然也會有一些法人的作帳 個股會輪流表現 那接下來我們股民當家的這個團隊 那操作的這個核心價值呢 最主要是以這個計酬產銷財 所以接下來的盤面上的選股 以這幾個選股邏輯來進行一個操作 那各位投資朋友就比較能夠得心應手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做個參考囉 是謝謝利有的分析 想知道更多盤中即時消息 以及選股策略 記得加入利有股民當將的Line群組 帳號搜尋想要說HCD5326J 或是用手機掃描QL Call就可以加入囉 那財電結束通我們下次見 掰掰